我是捷彦特科技,我們有些公司的CTO,我是NIC 也是這支AL這支耳機的開發顧問 我在這一個電聲行業調整耳機製作的時間已經大概有12年左右 經手過的耳機開發案應該也有上百件 因為像我們就是長期以來我們都會發現到說 像我們自己在做客人的產品 會發現到說其實客人他對於音質的需求可能都會蠻單一化 那這可能是他們做市場評估的結果 譬如說他做電競可能就說那我要一個電競音質的耳機 那我做音樂,我要符合什麼樣音樂,我就要做一個符合什麼樣音樂的耳機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有一些中端的消費者他們的需求是希望有一個可以用在電玩方面 遊戲方面也可以用在一般聽音樂方面都有不錯的聆聽效果 可是我們調查發現市面上以這樣的目的做為宣傳的耳機系統其實非常少甚至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才會說,我們想要說在ARRO上面我們去實現一個 既可以在遊戲中能夠使用 也可以在他的一般普通,譬如說日常通勤在聽音樂的時候 就能夠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們是以這種目標來做為ARRO開發的基礎 所以我們發現的是一種像醫療級的材料 那這個材料呢,他其實是由非常多的小型圓球去做聚合 那他會有一些空洞 那這些空洞可以讓深波在通過的時候 就可以自然的被打散,不會形成鑄波 那經過這樣的效果,可以得到他有良好的動態反應 那讓我們的聲音更加清晰 他們的調音材可能就是比較偏向二維 應該說我們這個調音材是比較偏向立體的效果 他可以在一個立體空間把它打散 那其他調音材可能就是一個,譬如說平面上它去貼附一層薄膜 那這個薄膜只有在那個平面去控制透氣量 但是離開了這個薄膜之後 它的透氣量可能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況 因為它並不是在一個空間把它打散 所以這是我們跟其他家調音材最不同的地方 各缸導音管 因為通常都是塑膠的 然後他們這次試用 對,因為在塑膠的表面上 因為它主要是在前向導音管 還是做一個聲音反射到耳朵裡面的效果 所以一般用塑膠的時候 因為它塑膠表面可能也是比較不平 就是會有凹凸的狀況 假如用顯微鏡聚光再去看 那麼塑膠材質它也是比較軟 所以我們深波如果在上面反射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完全的讓你的深波完全反射出去 而是會有散射的現象 那這樣會影響你的聲音的清晰度 所以我們特別採用就是各缸的導音管 那我在渦輪空氣阻擬的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在我們的槍體上面去做一些 類似像渦輪效果 讓它的空氣氣流更順暢的阻擬去做調整 那這個效果呢它在高頻上會讓它的波風的前進的部分 會更順暢 那會減少這些刺耳的聲音 因為有時候我們聽音樂就很怕說 突然這個聲音播出來 發現它聽得蠻刺耳的 不耐心馬上就把它拿下來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阻尼的設計上面 就是盡量去說 我們讓它裡面正膜的前後的氣壓非常均衡 那均衡的情況下 我在正膜上它就不會受額外壓力去壓制它 那就會減少這些刺耳聲音的發生 那我們會注重說在時間上 假設說它要作為一個合格的泛用性耳機 它在這個三維的頻譜裡面 就必須要有均衡的呈現出來 而不是說只靠了頻響這樣二維的效果 來去評斷它 所以在我們調音的過程就是 當然有一部花了蠻長一段時間 在機器上 在這些測試上去做細微的調整 然後用各種材料去配合 當然也有花一些時間說 在各種情境上面的使用 再互相搭配說 情境上使用我們寫下主觀的感覺 再跟這一些我們所做的音頻的測試 去做互相搭配 我們在這一個專案之前並沒有碰過 像這樣子說要求要在音樂性 遊戲性都能夠非常泛用的耳機 因為像我們也知道 現在可能有一些就是手遊的遊戲 或者是攜帶性遊戲機耳機的遊戲 他們可能使用的人 他並不會去特別為了這個遊戲手遊 來去另外買一副遊戲耳機換在身上 然後另外又說我要停音樂的時候 帶哪一副耳機身上 其實我們認為說 像這樣子兩用性都能夠兼顧的耳機 是非常的 在現在這樣子的使用 交費的使用的狀況是非常需要的